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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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利用季前赛来做准备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 我不需要利用季前赛去做准备 詹姆斯说 詹姆斯在上赛季的季前赛中曾受伤 他因此只打了一场季前赛 然后在常规赛中打满八十二场比赛 那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全棋 在2016年带领骑士夺得总冠军之后 詹姆斯在接下来的赛季里是打了三场季前赛 而且在所打的比赛中只出战一节或两节时间 假然不管詹姆斯将会打多长时间 那都是他第一次穿着红人球衣 出现在正式比赛中 掌雷